接下來我們就是先歡迎第一家的宇瑞 這次後會的宇瑞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IDSS的一個資源 謝謝 謝謝歡迎這邊的介紹跟影音 那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一些青創的 這個需要的一些資源 特別是可能有些人會感覺到 在建投資人之前好像要做很多的準備工作 那有哪些是在你上場建投資人之前 可能可以額外再去加強或者是獲取的資源 那今天為大家介紹一些 其他可能的一些資源和管道 那就因為我們這一兩年 我自己這個是資测會的IDSLine 剛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我們比較專注在0到1階段的這個 一個新創的一個算是如何把概念 轉換成是一個可見或者是可體驗的一個雛形 然後並且經過早期的市場驗證 那讓你更有準備去見這個投資人 然後也讓投資人理解你的商業模式和產品 那這一兩年我們其實也有這個 承接一些不同會的政府資源 那所以針對AI這一件事情的話 如果你是AI的新創 有一些特別的資源可以介紹 就是其實 東一舉今年有提供 所以兩年開始有提供一些 在新創你有一個尤其是AI的技術 需要讓大家去理解是什麼 這樣的一個技術 然後呢可以在哪些產業 產生比較好的應用 那所以其實我們有一個 應該是說在你進入投資的 投資人的這個階段之前 你可能會需要累積一些 POC的一些實證的經驗 或者是案例 那其實供應局這邊有提供一些這個 你找到客戶或白老鼠 然後讓你進場去做驗證 然後提供一些這個小額 比如說50到100萬的一個 資金的一個協助 那當然在這計畫裡面 我們還是會去協助不同的這個 新創團隊去媒合可能的一些 願意讓你去做POC 或者是做潛在留作的一些 對象的廠商 那在進入投資這邊的話 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就是有成功的案例建立出來之後 那我們一般就會像跟這個 就會推薦優秀的團隊 到這個Finding這邊 那再參與這個Finding 這個投資媒合的一些機制 那其他像是Sparlab TSS 其他一些投資機構 那也都是我們這邊可以協助 再推薦到這個投資人 這個媒合的階段 那我們有一些比較常態性的資源 在這樣的一個AI Hub的一個平台上 那如果有需要的 可以這個 來申請運用 那第一是這個 在AI的這個技術發展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需要一些運算資源 那這邊這個國網中心也有 support一些這個 每個新創團隊 那你只要有提供一些 可以這個 體驗的一些API的 AI技術的一些API 上架在這個平台上的話 那國網中心也 support 每個團隊 1800小時的這個運算資源 那第二是這個 一些行銷的實在 就是你的這個解決方案 希望推廣給更多人 讓更多人來體驗 或者更多廠商來跟你合作 那這樣的一個平台 它可以作為一個 案例式報導的一個 錄出管道 那我們也協助去 每個適合的一個對象或出口 那募資補導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這邊比較像是 去了解大家的狀況 然後再去推薦給適合的投資單位 那包括像Findit這樣的一個 這個大型的一個媒合平台 那另外一個這個管道是 我們這社會自己 有這個台日交流的一個辦公室 那所以其實 今年也剛好因為疫情的影響 所以蠻多人沒有辦法實際上 跟一些國際的客戶 或請大家投資人這個洽談 那今年採取遠距的方式 那我們透過兩個階段 第二階段是假設是 這個我們有訪談過 然後也掌握到一些這個 基本的這個 募資的一個需求的資料的團隊 那我們會推送到這個 日本的這個 投資媒合的一個平台上 那這個平台目前有150個 這個大型的一些 這個商社的投資部門 那還有一些這個VC 那他們會在這個平台上找標的 那這個找到標的之後呢 我們會定期集結一批 互相有興趣的 然後再辦這個媒合會 那八月初剛辦第一場 那反應還不錯 就是有十家的日本的這個VC 來這邊找尋標的 那也跟五家參與的形狀 有蠻多後續的這個合作項目 也產生蠻多不錯的各好各業的AI應用 也用AI來產生新的全新的一個功能和產品 那也有bundle在既有的產業解決方案裡面 產生新的價值 那或者是說改變既有的產業作業模式 那其中有三家做的相當不錯的 那今年也獲得了投資 那以上是關於新創的一些這個可以運用的一些資源 那有興趣可以再進一步跟我們這個詢問 那以下比較是一個現況的分享 那因為藉由做這個計劃之變呢 其實我們自己的團隊也針對這個台灣AI的一個新創分佈的樣貌 還有現在他們在這個市場上這個募資的一個狀況 做一些數據上的一些探討 那首先是因為我們的團隊自己有這個數據分析的人員 那我們也透過文字探看的方法 大量的去發收台灣的這個新創資訊 再一一過濾出其中是屬於這個 有這個實際上的AI的相關的業務的團隊 那建立了這樣的一個地圖 那當然這是滾動式的 因為我們是這些資料都是即時一直在收的 那我們只是針對目前我們看得到這些團隊 他比較投入的這個應用領域在哪些 那還有他們的技術類型是什麼 其實先初步的做了這樣的一個概觀的圖 那這個也可以讓一些這個投資人比較快的去理解到 哪些領域有什麼樣的一些對象可能可以去談 那從這個盤點當中我們大概也發現一些現況的一個架構 首先就以技術的類型來說的話 機器學習為大眾 而其次是視覺辨識 然後自然語言處理 這我想大家大概符合大家的common sense 那以這個應用領域來說 投入最多心臟投入的應用領域還是在行銷 醫療健康製造這幾個領域為主 然後再搭配這個時間點來看的話 就蠻有趣 就是AI這個議題大概也是這三年左右比較熱門 那其實也符合這個現象 就是前面有一些默默耕耘在投入的心臟公司做了很久 但是到了這個17年算是一個大爆發 那你看到17年是追蹤了這麼久的時間以來 這個新創成立的家屬最多突然爆發的一年 那也比較多就是在投入這個製造 然後行銷這些領域 那另外一個比較現實的就是說 根據我們調查 其實絕大部分的這個新創在AI這個領域的 多半還是以這個比較project based 這種比較專案式的這個服務為主 那少部分會進到這個 可能有這種客製化的一個軟體 那再來可能再更少數會進入到 比較標準化的平台服務 或者是一些這個自由的硬體產品 那更少數是走到晶片這一段 那所以其實這也是目前 我們看到在這個AI界的這個新創 跟投資人之間在做這個洽產上 比較常見的一個比較大的一個gap 就是從如何從專案式轉到這種 能夠形成更標準化更規模化的服務 這仍然是一個問題 那資本的規模來看的話 大致上就分有一點點M型了 就是在1000到5000萬 還有100到500萬這兩個集聚是最多的 那我們也有在追蹤這個每家公司 他們這個資本額的一些增進 那其實有一些蠻有趣的現象 在去年的話 可以看到這個 有比較大的一個增資的一個狀況的公司 多半還是偏向硬體 除了艾卡拉之外 那到了今年的話 今年so far到目前為止 幾乎都是資料類型的公司 可以做行銷數據的 當然艾卡拉又拿到大錢了 所以又進一步的加深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另外就是各領域 實際上這個 如果從這個增減值的狀況來看的話 那用領域來看 那一樣會有一個現象復現 就是行銷 醫療健康 黑暗硬體 這幾個領域的話 還是在這個資本額 就是規模的增加上 是比較顯著的一些領域 那最後我們實際上還有在追蹤 每一家公司實際上有公開的 這個募制成功的實踐 再進一步來看的話 那大致上符合剛剛的趨勢 就比較能夠募到資金的 還是行銷 醫療健康 那第三是金融保險 金融科技與保險 那當然裡面有一些個別的公司 特別成功的 那就會把整個圖拉得很誇張 比如說像配信 主線智能 還有耐能 耐能就是做AI的晶片 然後這邊就參考 大致上類似剛剛的一些結論 那各領域的募資金額來看 就是行銷 機器人 黑暗硬體 就累積的這個金額來看 所以大致上小結一下這些現象 就是在AI這個領域的話 因為募資比較熱門的 會落在行銷 醫療 金融保險 還有一些器用的 比如說從RPA 流程自動化 這類型 那再來就是硬體啊 或者一些安控的東西 那在對比國際上 近期這一兩年的一些 比較重大的募資事件 它就比較有趣 你看它最近國際的一些 巨頭在併購的領域 可以看到特別偏向在 這個自動駕駛科技 新聞媒體跟娛樂 那其實過往 我們在追蹤這些事情的時候 大家至少可以看到 有一個國際上的趨勢 台灣大概可能兩三年後 會有一個漸漸 follow-up 就是漸漸去跟隨的這種趨勢 所以這可能也可以拭目以待 看會不會漸漸在這邊 自動駕駛媒體娛樂 會有更多的這個形狀 或者是募資成功的事件冒出來 那最後這個簡單再介紹一下 因為剛剛這個AI新創的這一段的話 是我們在透過做剛剛的計畫 有一些盤點 那但是在這個 我們自己這個盤對的核心本業 是比較常跟賣定這邊合作的 其實是比較平常更前面 零到一階段的一個新創的孤單 那我大概很快的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個team能夠解除大家的會是什麼 那首先是在這個產品的一些開發的階段 大家知道尤其是這種做軟硬整合的產品 那在一個概念出來 到最後到這個量產完成上市 其實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那中間的這個資源的投入 或者是一些這個需要投注的人力啊資金啊 都相當的龐大 那能不能更提早一些去確認 這樣的一個產品 它是有市場性 然後是能夠為 它的所設定的這個目標對象所接受 其實對很多初創階段的團隊來說 這是一個蠻麻煩的議題 尤其是這個領域的新創 很多是這個自己是可能是技術出身 那對於怎麼樣去了解消費者的需求 那它就算有一些感覺或直覺 也許是對的 但是它不是那麼確定 那所以以我們的團隊來說 其實一個最主要的業務 是協助這種階段的形狀 如何更快速的去打造第一個 可以讓大家理解的這個初心 因為概念很好沒錯 但是你不能為大家所理解 或者是甚至無法去體驗這樣的一個東西 到底好不好用 能不能進去有一個問題 其實這就是一種冒險 就是如果你這樣一路的做下去 或者只是依賴一些這個試調 去做一些概念上的一些調查跟確認 其實是不太能夠反映 你到時候真的遇到消費者 可能會遇到的樣談 那這是我們團隊比較 算是一路從零輔導到最後 真的在美國上市 比較完整地層的一個產品 那也有一些先進有帶我們的Lab去看顧 那其實這一開始是一個台灣的設計師 在美國畢業之後 這是他的畢業作品 那他想要用這樣的一個畢業作品來創業 那概念很簡單 就是他就是一個傳統玩偶 那你可以把iPad插進去他這個 他這個眼睛的洞裡面 那插進去以後呢 他搭配著這個iPad上面的這個app 他就可以去跟你做各種互動 他比如說你拉拉他的手 或者是抱抱他 那裡面的感測器 就會傳送訊號到這個app上 去做出對應的表情 那前面還有一個tag 這個可以把tag放上去以後呢 讓他去顯示出一些互動內容 在這樣的一個app的這個界面上面 所以他也可以做一些教育互動 和這個比較誘惡的一些陪伴 那這個概念其實技術門檻不高 但是對於一個以設計背景的人來說 要一路走到量產階段 完成這些複雜的這個整合跟設計 其實是有難度的 所以一開始他是回台灣來找其他方案 那我們的團隊 因為看這個題目有趣 也積極主動去接洽他們 那其實這個後面都速度非常快 我們協助他的歷程其實 一切都在差不多三個月之內 就把這樣的一個雛形打造完成 那而且這個第一個案子 也是跟Findley合作的 就是他剛回來台灣找好 然後我們很快找到團隊 幫他組成團隊把這個雛形做出來 那第一個Holotype其實就只有那一隻王龍 然後裡面的Sensor都還沒埋進去 然後App寫一半 那我們但是五週內 就已經把這個做到 差不多65%的雛形做出來 至少可以透過人去演的方式 去把他的功能去體現出來 那就已經帶到這個台經院 當年度的這個創投與天使 這個高峰會上面 當時展出的時候 是投資人靠近這個玩偶 去跟他做一些互動的時候 我們另外有一位同仁 就在旁邊看這個投資人 去跟他做什麼互動的動作 在旁邊有一個遙控器 把那個功能按出來 那這樣子其實就可以讓 投資人很輕易的去理解到 喔原來你是要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其實當年度還滿多的 在那攤位上 那這也給這個創業者很大的信心 那他在這一場之後得到很多 feedback 那後來也決定繼續做下去 那又再花了十週的時間 把這個雛形的這個 sensor 其實都已經完成埋進去了 只是當有些還能夠運作 有些還不行 那透過這種方式比較快的 我們進到一些家庭去做測試 他取得真正的 user 第一手的回饋 那在過了兩週 其實優化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我們當年度甚至還 把他帶到韓國 那第二年又帶到美國 去做了更多的家庭測試 那後來他在這個 三個募資 群眾募資平台上都獲得成功 那憑藉著這樣的一個時機 後來又入選美國的TechStar加速期 那他的故事 雖然後面又遇到一些曲折 就是主要是卡在量產的階段 大概卡了一年多快兩年 但是最終 他產品出來之後 他也是成功在美國上市 那也因為他入選了TechStar加速器 又獲得TechStar的投資跟轉介 他目前是跟這個 美國的大型的這個電影公司合作 那已經獲得了十萬的這個訂單 算是在美國這邊佔了的角度 所以這大概是一個例子 那因為時間是有限 那我最後總結一下 就我們的這個Ideas Lab 其實主要提供的是幾件事 另外就是基於數據的 這個使用者行為的研究 因為我們自己有數據分析的品 我們可以協助線索團隊的事情是 如何去建立這個雛形測試的方法之外 後面這些使用者的反應和這個反饋 怎麼樣讓它形成是一個 系統化的一個數據 並且去有效的分析它 那寫出他們來改善這個產品的體驗 是我們這邊比較擅長去寫出 早期團隊提出的事 另外再就是在概念發展的階段 那我們其實也透過這樣的一些 數據的整理 把它形成一些數據為主的設計工具 寫出團隊更有系統的去發想一些 比較具未來性的概念 那一些相關的工具其實我們有開源在網路上 只是這個工具有點久沒有去維護了 但應該還可以有 有興趣的還是可以跟我們詢問一下 那這邊最後就是總結 就是我們這邊提供的就是0到1階段的 從這個使用者需求的探索 到這個雛形的打樣設計 然後最後驗證雛形 那到後面要接接市場這一段的話 那我們還是繼續跟這個翻譯姊妹合作 那也希望有更多團隊 假設你覺得你還沒有準備好到投資人這邊 那也可以跟我們先聊一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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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有沒有人想要提問的 大家有什麼問題 這邊有 我們有一個小問題就是 因為剛剛你提到你們好像扶植的都是偏向AI相關的團隊 那我想知道是 如果是跟AI沒有相關的新創也可以找你們嗎 對 那這另外一個問題是 因為我好像看到你們 就是從ProTime那邊就已經開始輔導 所以意思是說 其實也許我們今天真的只是帶一個idea 也可以找你們 可以有點像是可以借由你們的資源去 寫助我們加速這個產品的驗證 對 歡迎你們聊聊看 那不過我這邊解釋一件事情 AI計畫是現在我們有政府計畫支持 所以那邊的話 比較有一些這個現場的資源可以取用 那像雛形設計的那一段 坦白說以前是有經濟部的支持 所以我們 只要符合那個經濟部這邊認可的方向 我們甚至是有辦法用計畫的資源去幫忙 那現在比較難一點點 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協助你 跟你聊聊天 協助幫你判斷這樣的一個概念 可能長成什麼樣的產品 產品化的方向是怎麼樣 是比較有機會 那後面的話可能就是在看 怎麼去籌措一些資源來把這個方案完成 對謝謝 這邊最後一個問題 你好 因為我們這邊 我這邊公司是做金融科技相關的 那AI好也是長一點嗎 還是 因為我知道說之前我們是在金融科技園群的面團 對 他們也有資撤位 那你們是不同屬不同的 同一個研究所不同的組 對 那如果是那個金融領域的AI應用化 也可以是跟你們聯繫嗎 金融領域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還是跟那個單位接洽 我剛剛忘了講兩件事 一個是 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會比較接近是 主導這種2C為主的 假設是我這個lab的話 因為我們在探測的是真實消費者的反應 就像金融這種 有比較深的這些法規限制我們看 而且是比較接近2B的形態 這種 我們可能還是以這個金融 這個intech base這邊會比較專業一點 對 金融然後比較專業的醫療 比較臨床醫療這種 是我們比較難處理的 那其他2C或者是 偏一些比較一般的這種企業 這個營運管理的這些AI 這些我們大致上還可以 那製造業啊或者是一些這個 甚至是農業之類的 因為後來我們做了AI計畫 也相對有一些 認識一些可能的應用業子和場面 跟那個倒海幫的上一些忙 對 謝謝 好 那謝謝宇瑞的分享 也謝謝大家提問 goodness 那麼 knight 每個層